Hello,又来 Prison Break 讲了两个星期黄金和银 今集继续讲黄金 但又有多两个东西 原油和人仔 原因就是黄金、原油和人仔 这三国关系 未来十几年就越来越重要 对环球经济 但未进入正题之前 想针对近两三天发生的 都几热门的话题 就是针对领事馆 大家都应该知道 美国政府说要删在Houston 那个中国领事馆 随便说了些废话 说什么偷IP 认识的知识 都是老作举 今时今日美国都没什么IP值得偷 中国就还拖 现在宣布要删在成都的领事馆 昨天《环球时报》出了一个post 就是一个问卷形式 就问别人 喂! 这个... 现在美国就移动我们 那我们现在就还拖 我们... 你觉得... 删在哪个城市的美国领事馆 有香港、澳门、广州、成都和其他 大多数人是选了香港、澳门的领事馆 但是呢 中华政府删在成都那个 有几个原因 有大陆的学者也有解释 因为他包括西藏也挺重要的 但重要得来就不想... 升级得来就不想升得那么厉害 因为升级也是一个技巧来的 一个玩法来的 可以慢慢升或者可以快升 即是如果他想快升 即是山香港那个 或者同一时间山香港、广州、成都 剩下上海、北京、沈阳那些 但是现在就是一步一步 慢慢升级 而且如果你慢慢升级 你只不过是跟别人的玩法 以及是显示到 即是emphasize 这件事完全是别人的错 的确是的 人家先动 人家先动 现在只不过是还拖 怎样都要做些事情 但是呢 做些事情得来呢 是要一个 measured response 合理 一个合理的反应 令到外界 和所有observer都觉得 咦? 的确是 measured response 错那个party 大家都知道的了 还有呢 现在呢 美国那边就说 有一条 有一个 中国 学者 怀疑他和解放军有关 又在这里 怀疑他 有偷造一些IP等等 等等 要捉他 那些人就去了 三文市的领事馆 如果美国想继续玩下去 继续升级 就应该要求删除 三文市的中国领事 如果是这样 中方应该删除广州 或者上海 在香港的领事馆 是不同級别的 因为香港是一个总领事馆 领事馆又分开总领事馆 和普通领事馆 现在互相针对 就是领事馆来的 当你玩到总领事馆 这个层面 都很严重 可以说 差不多打仗 断交 什么都不用说 就可以打了 所以 没什么需要 不要动香港 老实说 都知道 美国领事馆 是发生什么事的 之前广告 美国领事馆 有过一千人 大部分都是 state department 和C什么A 的人员 大家都应该知道 如果删除了香港 这个领事馆 很多问题可以解决 但是 由外交和国际法 层面 就不可以玩到这么困难 除非你真的 真是打 这件事就继续看下去了 好 就入正题了 说黄金 人仔 原油 我看一下 需要多少时间 因为要说到伊朗 大家都应该知道 有一宗新闻 已经通了天 就是说 中国和伊朗 签了25年的原油交易协议 那 这个协议 一部分 其实是很多东西的 很多项 合作 和投资的 项目的 能源交易 原油和 natural gas 天然石油 只是一部分 但是 主要的一部分 即是 centre piece of the whole agreement 和这个 这样的 合作关系 另外 有些军事 有些科技 还有些基建 一会儿会讲 但我想 针对了 原油 黄金 和人仔 这段 我不知道讲了多久 如果讲了很久 我就 另外一个show 另外一节 就是讲 中医 合作 那里 那里其实都挺interesting的 而且 由 geopolitics的角度来看 算是一个game changer 2018年 在上海 开了一个 原油期货交易所 它那个official name 就是 国际能源交易所 英文好像叫做 Shanghai International Energy Exchange 主要是交易 原油 futures 原油期货 天然石油游戏 contracts 也应该有 18年成立 那 为何成立呢? 就是为了什么呢? 有两大目标 第一个就是 可以透过这个交易所 让中国成为一个price setter 可以定价 就算定不到价 也可以影响价 做一个price influencer 因为过往一向 中国是一个price taker 就是别人 那些seller 那些卖家 设定什么价 你要受 你要用这个价 那中国成为 全世界最大的原油入口商 是 应该有一个 最起码影响价格的权利 所以中央政府希望 透过这个上海交易所 可以做到这个 最理想的就是 可以做一个price setter 如果不行的话 都可以影响到价格 还有这个是有一个 很大的 很特别的特征 这个价格是real time 每天real time 这样浮动的 即是海鲜价格 可以说 类似海鲜价格 这个跟中东那边不同 因为中东那边 他们喜欢每个月初 每个月初 一日二日三日 月初 就设定价格 然后 for the rest of the month 就是用这个价格 在上海那个 不是的 就有弹性 就是real time 这样浮动 海鲜价格 第二目标 由中国来说 就是可以帮到人民币国际化 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 因为在过去的prison break 都说过很多次 人民币国际化 是一个很大的战略目标 那 就是当时 两年前 这堂东西 刚刚开播的时候 很多 有些分析员 尤其是西方那边 就在说 尊重多过在上海搞谈 那些事情 我们已经有了 当时 我查回资料 时 开播那日 好像是2018年3月的时候 我不记得那天 但不是太重要的 第一天就有15-16万左右的contracts 总额是600多亿美元 今时今日就有大概一成,即是全球 今时今日,全球的原油contracts有一成左右 是在上海交易所做的 但就不知道这一成有多少是人仔,有多少是美元 因为我查不到这行资料 如果大家知道,请你留言 这件事应该都很有趣 是不是大半或大部分人仔,小量美元,还是一半一半 这个我不知道,我相信两样东西都可以一起用的 即是人仔和美元,不是一定禁美元 只是收人仔,两样东西一起用 只不过是,当然有一个人仔的渠道 可以越来越多人仔的liquidity 就可以帮助人民币国际化 而且当时中国政府就跟一些大的国际商品的交易 尤其是Glencore那些公司 就叫他们一起合作在上海交易所用人仔交易 当然大陆那些大国企银行就一起配合了 这个不用说了 基本上,这件事的重要性其实都挺大的 其实不是那么多主流传媒或者主流财经 是说到这件事的 当然有,但是不是说得那么密 或者说得那么深的 但是应该的 可能他们不了解 原因就是 这个这样的上海原油交易 其实我不应该用原油交易所 应该用能源,国际能源交易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所 因为不单止原油交易所 由现在开始讲这个交易所 这个交易所有两大重要性 刚才说了可以加强人民币的liquidity 这个的确是很重要的 由中央角度想国际化人仔 一定要加强liquidity 就是那个流动性 用那个capacity 一定要要阔和要深 当你达到这样子 你就可以开始挑战 美金Petrodollar能源货币的制度 能源货币 我五月尾的时候做了两集 零驚又讲到能源货币的 所以如果想再深入了解 可以看回之前讲Petrodollar那两集 但是可以补充 挑战不代表取代 原因就是 就算入口中国大陆市场的原油 全部都是人仔的 都未必可以取代美金的Petrodollar 为什么呢? 因为全世界都在用美金 中国所入口的原油 大概是等于这个世界货币的两成 两成至两成二、两成三 所以假设它是可以说服到所有人 就用人仔赚钱 那只不过是20%,22%、23% 其他主要是美金的 我相信有些都是欧罗来的 但是仍然大部分是美金 你不可以取代美元Petrodollar的嘛 所以有些人 有些传媒人 甚至乎有些经济师 或者分析员 又经常说Petro Yuan 这个能源人仔 这个我就不认同了 我应该不会有的 当然 那意思是一个能源人仔 可以取代美元 用人仔去交易 这个世界的能源市场 这个是做不到的 只是中国的市场 就应该是可能的 现在当然未到 将来有机会 但是当然 只不过是一部分而已 其他国家仍然是用美元的Petrodollar 但是 你不用取代美元 你去到差不多 那已经很大的成就了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美元现在是在跌的 讲过很多次 讲到有点悶了 3月的时候 联邦署被宣布 Unlimited QE 无限引人子 全世界都知道 发生什么事了 有留意外卫市场的 有玩开FX的 也都知道 过去一个多月 差不多两个月 美元是下跌的 大家都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除了Unlimited QE 那边的经济 都会慢慢滑下去 因为肺炎影响 我也都两个星期前 有做过一个一集 就是说美国就不会有V型了 是继续L下去了 不只是我说 其他人是有眼看的 很多人比我更加高手 看得到这些东西的 比我看得更加早 以及更加通的 那当然是 避开这个USD 另外除了这个 国际能源交易所 同时 中国是安排那些 四大买家 去组织一个 卡丁 就是组织一个 买原油的联盟 那这四间国企 大家都应该知道 或者起码听过一下 中石化 中国石油 中海洋 和中化 最后这一间中化 那个全名就是 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 专制chemicals的 化学的 那做chemicals 当然有一大半chemicals 是from distillation distillation 就是去process 那些原油的时候 是会产生很多 这样的其他chemicals 那这四间 这样的国企 大买家 造成一个cartel 去更加 影响那个价格 来到这里 你可能会想 喂 那跟黄金有什么关系啊 说了那么多话 跟金都没说啊 那现在说了 跟金的关系 就是很重要的 那为什么呢 你想想 中央想 卖家 Deepsellers 去接受人仔 就是今时今日 2020年 我们因为想不到 肺炎和美国崩溃 会崩溃得这么快呢 就令到人仔 是会都挺吸引的 但是当时他们就 你不要说当时 就是两年前 设计上海这堂影的时候 你说去年都没想到 美金会崩溃得这么快呢 所以呢 你是会想一条 你怎样可以 convince别人去接受人仔呢 不如给他们买金吧 所以就加多黄金 那样东西呢 就是在那个equation那里 他们卖油 给那些国企 但是收就收人仔 但是同时间呢 如果他们需要的话 或者想的话呢 他们可以同时在上海 那个gold exchange 或者在香港 那个gold exchange 那里买金 实的黄金 那全世界都喜欢黄金的啦 所以用黄金吸引他们呢 就可以都很有力 这样去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和人民币的流动性 这件事呢 是纯粹推测的而已 也都有些市场的谣言 以及一些情报流了出来 可以这么说 说可能这么做的 那我都认为是 很大可能性会这么做 那同时间 因为现在大陆 在搞这个国家区块链 即是国家blockchain 它联系上海能源交易所 和上海或者香港的 金的交易所 是很容易的 全部都是on the blockchain 因为blockchain 又快又容易 又安全 又不用派人在那里出路纤 原因就是大家都知道 假的实金都仍然是一个问题 我上两集没说到 现在很快地补充 实金可以用tungsten去代替 tungsten一种金属 跟金的 properties都相似 那些tungsten柔了黄色 然后吸入瑞士印 当是真的实金都可以骗到是人的 所以很多买家 包括中国政府 他们买金一定要派人去瑞士那些 refiners那里 因为去到那些refiners 他们真的融毁了那些金 然后再recast into 一公斤的gold bars 当你一融那些金 你就知道是坚定楼了 那就是一个很重要的test Anyway 去到交易所和blockchain那里 blockchain 是可以看到 这些金是真的确定的 已经是融过recast过的 成为这个1kg gold bars 4条9金 全部是有这个serial number 登记了 不怕是tungsten 刚刚买完油 给中石化 中化 那些公司收了人仔之后 我可以用那一部分的人仔 就买黄金 在区块链那里就搞定了 就是这样 这个纯粹是推测 说起国际贸易和黄金 另外 另外 有一些合作的协议 就是between 中国大陆和其他国家 尤其是新加坡 阿联邮和缅甸 阿联邮就是 在杜拜那里是一个很大的gold trading center 有趣的 在缅甸 都是有一个 现在成立了一个很大的gold exchange 有了 这个logistics 还有那些金库 可以处理大量的实金 还有呢 大家都应该知道 香港中环和这个 都不要说了 都不要说了 敏感了一点点 我只是说中环某 某一间银行的地下 就有一个很大的金库 就不要再说是哪一间 还有在机场都有过的 因为不够地方用 所以在前海 都起了一个很大的金库 所以那些实金 如果到处走 是绝对可以的 因为现在都有一个 有更多capacity 去处理这些实金 anyway 讲到这里先 anyway 讲到这里先 都差不多了 下一节 就讲中医的协议 OK 拜拜